主持乎的海域季開始囉 從3月14號到4月28號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我們的交通方式 我們是開車到榮總的立體停車場線停車 然後再出來轉小8或是128就可以直達 那其他的交通方式我們會打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 我們在風駕口站下車 以下就是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我們今天要去這個名陽圖休閒農莊 一進去就會有服務人員過來跟你介紹 寵物的入園區域 他開放彩花的時間都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前一天先去他的FB上面看 入園費呢一律都是150塊錢 150元可以換6隻海域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查海域 拿來抵園區內的其他消費 我們在海域既開跑不久就已經來了 但海域已經開得非常茂盛 再往前走大家到海域觀賞去就更漂亮了 大家都在這邊拍照 園區9點就開始營業了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提早來 不然下午人很多 你拍照可能還要排隊 或是拍到一堆人就不好看囉 我們周六一早來拍 大概排兩個人就可以拍到這個車車了 大概排兩個人就可以拍到這個車車了 還有這個漂亮的蕩鞦韆 哈囉木仔 外拍model也搶先來拍海域 觀賞區的海域是不能採的 他有自採區 要採海域的人要在自採區採 看到一大堆蝌蚪 工作人員說他長大是青蛙還是蠢 不知道呢 除了海域之外啊 外面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很多秋千蠻漂亮的 桌子聊天也不錯 打水洗手的魚 因為啊我們沒有採海域 所以我們的一百五十塊門票 就可以拿來抵咖啡廳的消費 這其他人才的海域 把入圓券給他就可以抵消費了喔 超過一百五十塊入圓費的部分呢 只要補插二就行了 每天的甜點都不太一樣喔 焦糖馬其朵一百九十塊錢 主要的咖啡啊 頗好喝的夠濃 搭配這個鮮奶油跟焦糖剛剛好 平常的焦糖成底較甜 這個焦糖是淋在奶泡上 鹽燒蜂蜜蛋糕一百八十塊 鹽燒蜂蜜蛋糕的甜度還蠻恰到好處的 表面的烤起司增加不少香氣 蛋糕體不是不乾順口 蜂蜜的味道不會太假 好吃 而且它的份量還挺大的 我覺得點蛋糕比點飲料還划算 它附近海域只要叫做大賞圓的 你往那個大賞圓的方向走 然後旁邊一個巷子進去 有個免費的步道喔 這邊還要養鴨鴨 我們隨意的走出去走走就來到頂湖 這邊呢有一個頂湖想景步道 我看到有人走下去我們就跟著走了 哇這邊水流都安急啊要小心耶 小心啊這還會撞頭耶 這邊啊離江淳溪黑森林非常近 步行大概只要六七分鐘 也可以順便來這邊採個點 黑森林必拍的愛心 嗯 木子沒來過 帶他來拍一下 不過啊除了這個愛心 黑森林沒有什麼好玩的 大家要走了十分鐘 我們走到這個 胡田實驗國小旁邊的富佑 櫻花樹還盛開著 非常漂亮 接著我們去竹子湖派出所 轉108要去小遊坑 小遊坑海拔約805公尺 以後果山作用所形成的噴氣孔 硫磺結晶溫泉 以及壯觀的崩塌地形最具特色 想要爬七星山的遊客啊 可以從小遊坑旁邊停車場的登山口開始 大概爬一個多小時可以登頂 七星山的海拔1120公尺 是台北市的最高峰哦 現場的噴氣聲相當震撼 也可以聞到非常重的硫磺味 那當然小遊坑這邊要特別注意 他地板上啊有一些流氣孔 還有他的地肉溫泉地區土質鬆軟的 大家走路的時候要小心 他如果有寫禁止翻越啊 或是寢屋跨越的標示 千萬不要跨過去 因為那邊啊真的很容易燙山 或發生意外哦 讓大家聽聽看他的聲音 在這邊遠眺風景也超漂亮的 建築林步道有芒草園和火山植物可以觀賞 這邊也有飲食部女時咖啡 我們幫一些小點心小鈴嘴 也有賣一些飲料啊 漢堡 雞油捲 牛肉捲 粽子 冰棒 座位區還蠻寬敞的 我們買了一個小點心 另外點了一個一百塊的雞肉捲 小小一個加熱的那一種 不過還蠻好吃的 裡面鮮奶蠻豐富 起司味很重 如果搭配飲料好像可以折數塊 這個飲食部呢再往上走 有一個小小的遊客中心 特別讚美一下他這邊廁所非常乾淨 大家來這邊記得尿一下 我們要搭車下山囉 哇 沿途看到好漂亮的櫻花 那懶得下車就在車上看了